这便是京中奸臣 以城华权串通 将我韩家军布房 出卖给威军的证据 有了他 陛下定能还我们韩家军 一个清白 叶逸 我如何也想不到 崇拜我韩家军的人竟然是你 不会吧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这次纪我再熟悉不过了 除了他还能有谁 而且这上面还有他的私人印章 难道这也能有假吗 爹 你身一章盖成这样谁信啊 我衣冠都是这么盖的 竟然是他 小姐 这贼人到底是谁啊 当朝太子 陈延义 原来如此 难怪太子会拦下我的装束 我如何也想不到 你竟这把灰烟线 我真是小瞧你了 师爷 其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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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你 帥 谁派你们来的 殿下 你 月娘 你没事吧 你如愿入驻东宫 寒家也不再成为彻州 你满意了吧 寒家军覆没我与你一样心痛 功勋之臣不能善终 乃朝廷之责 事宜 我怎么会伤害你呢 有过的是寒家军吧 我们失了北境 却被你给收复了 得了好名声 谁还会去管北境兵败 我们寒家军六万将士是否还冤 我一直在查寒家军兵败的原因 只是知情将士军役阵亡 得不到确凿的证据 那为何金子去旗鼓鸣冤 你的人却把他给拦下了 我一查识你那丫头并没有携带证据 告状也是徒劳 还会被王家盯着 才派人送走了他 若我有证据呢 你若有证据 我定为寒家军喜愿证明 太子的眼睛 果然是出神入化呀 我若不是知道事情的真相 眼下 又要被你给骗 你此话何意 你今日又是派刺客 又是亲自出马 难道不是为了要拿到他吗 这是什么 这是你与程怀全串通 将我韩家军布防 出卖给魏军的证据 十一 我相信以太子为人 应该不会这么做 咱们 咱们要不要先调查清楚再说 事实就摆在眼前 我还如何去调查清楚 我们韩家军数万名烈士 浴血奋战 拼死保卫疆土 始于北京共存亡 却被背上收徒不利的罪名时 可有人说要调查清楚 当时 我们所有的将士都以为能等到救援 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 可我们等来的是什么 我们等来的是绝望 一将功成万古枯 数万名忠烈的尸体 成为你登上太子之位的垫脚石 你总该满意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